是啊 老邹家的小子在南方据说就是在一个园区打工 人家那里是交通方便 地势平坦 还很大 从来就没听说过园区建在山里面的 你看看这里的情况 到处都是山 你这玩笑也开得太大了一些吧 大家对于王小飞的想法就无语了 王小飞笑了笑 这事儿她自己清楚 缺的那些东西并不是一个事情 只要修针的手段真的弄出来 那些修针界的门派都会跑来 那时这里就会是另外的一番景象 陆静元神情宁正道 小飞 这事儿你得想好了 别花了大把的钱 却是完全做了无用功 想帮助大家 也得把钱花对路才是啊 王小飞笑了笑道 我看过这里的情况 前方几里外的地方有一个很大的坝子 那里往后可以弄一个机场什么的 当然了 就算是不弄机场 靠近我们的三个省也都可以前往 只要把路修通了 直线的距离也并不远 一二十分钟的车程就到了 交通会很方便的 陆虎这时问道 小飞 我听说只有发展到了一定的长度 才会建机场什么的 再说了 就我们这里有可能修那种高速公路吗 王小飞笑了笑道 因为有我在这里 大家顿时无语地看向王小飞 感觉到王小飞真的有些臭屁了 陆静远也不想多说这样的话 转移话题道 小飞 现在村子里面贫富不均了 给你打工的人都有了很多的收入 那些村民们看在眼里 我担心的是这事不太好办了 王小飞听到这话 就想到了花溪村的事情 心想自己再也不会做那种 出力不讨好的事情了 想了一下道 外公 只有通过自己的劳动所得才会珍惜 我虽然有钱 也不会无偿地给他们用 更不会无偿地让他们白得金钱 这话陆静远倒也赞同 点了点头道 我听你爸他们说过 华溪村的事情 谁都知道 华溪村当初贫困得很 你去了之后不断地帮助 更是让他们入股了呢 久的公司 据说只要生产出来了 就能够发大财 结果呢 他们被一个女人鼓动了 就造了你的反了 哎呀 这事 停了都让人生气 给他们穷 大舅妈曹金花道 可不 竟是一些白眼狼 王小飞道 也不能怪他们 都是我想的简单了一些 人性这东西谁也看不明白 经过了那些事情之后 我就重新反思了一下 帮助别人是可以的 但也不能够一帮到底 也要让他们感受到 赚钱的辛苦 要让他们知道 我们的善举 陆静元点了点头道 是 外公想的简单了一些 你说的对 帮是要帮 也要想好怎么帮 现在那些你的地里面 帮工的人 都很感激你啊 王小飞道 其实我以后的用工 真的很多 到时候会不断地 招用他们的 大家的日子 也会越来越好 说到这里 王小飞继续道 你们相不相信我 如果相信的话 我会给你们安排一些事情做 到时候 你们可能就会成为 最先富起来的一批人 陆静元就笑道 谁不相信你呀 我放心 只要是你说的话 外公都支持你 不错 小飞 你是有本事的人 你说吧 让我们做什么 王小飞就笑道 很简单 你们现在就去承包那些山地去 多承包一些靠近我们村子的地 钱我给你们 承包地 大家恶然地看向王小飞 王小飞笑了笑道 这里的地价很快就会涨起来 你们也借这个机会发一笔吧 相信我 肯定能够让你们赚到大钱 说话间 王小飞就指了好几个地方 让他们前去承包 陆静元认真道 真的能行 王小飞到 你们放心吧 我做的事情还从来没有失算过 我还有许多手段能够用出来 到时候有不少的人来这里承包土地 到时候这里也会发展成为一个很热闹的地方 你们现在尽可能地承包一些地 多少也能够发一笔财 钱你们别担心 我先垫着给你们 如果你们担心的话 就算是我请你们帮我承包地 好了 下一步我会有许多的事情要在这里做 如果你弄园区 政府要支持的话 肯定会征地 然后给你补偿款的嘛 我们承包之后 还不是又征去了 可以吗 应该能够到 我们承包